上期我們說到了我們將破損的列車拖滑火車站的途中 遭遇到了神秘怪物的攻擊 超理俠身負重傷 這到底是什麼怪物 為什麼只襲擊我們的火車 超理俠你這隻豬啊已經到獄夜了 醫生趕緊出來啊 這裡呢有一位受傷的病人 怎麼了我看他傷勢很嚴重啊 他遭到了怪物的襲擊 現在處於昏迷狀態 快救他 好的你放下你交給我吧 我現在呢帶他去做手術 那拜託你啦我就在樓下等他 超理俠你一定要醒過來啊 我們還要一起打怪物呢 我這是在哪裡啊 你受傷了我要對你進行守住啊 你別擔心啊 如果呢你就可以醒過來了 請好好睡一覺 超級失誤了 守住什麼還沒做完啊 都兩個小時啊 啊到底應該出來了吧 超理俠不會有事吧 如果有事的話以後任何人救我一個人啊 我該怎麼辦啊 手術做好了很順利啊 太好了終於做完了 他現在的情況怎麼樣還好嗎 他就是身體比較虛啊 需要清仰一下 你可以上去看他了 太好了 超理俠你真的是福大命大 這樣還能活著啊 醫生說了 你只要清仰一下就好了 我是怎麼了啊 怎麼躺在醫院這裡啊 你忘記了嗎 你脫我身的時候遭遇到了怪物的襲擊啊 你的腦子不會被打壞了吧 醫生這怎麼回事啊 沒事啦他可能只是有一小段的記憶失去了 大傻 我只記得我們去拖火車啊 後面的事情我全部忘了 你剛剛說 我拖火車的時候被怪物襲擊了是嗎 對呀 所以我想問你有沒有看到是什麼怪物啊 我忘記了 現在腦子裡一片空白啊 大傻 我覺得 你還是要去火車站 看下其他火車到底安不安全啊 這個怪物呢 很有可能是專門襲擊火車的 沒問題 那你好好休養 我現在就去啊 等你好了以後呢 我們一起去抓那個怪物 好的 那你自己個人注意安全 我已經鎖了三天了 這間火車呢都正常的運行啊 沒有出現什麼異常的情況 回去告訴少點俠吧 超雷俠超雷俠 我頓點守候了三天了 沒有發現那個火車呢有異常的情況 這就奇怪啦 沒有發現問題呢就是問題啊 醫生我可以出院了吧 你可以出院了 但是不要劇烈的運動 好的 超雷俠 你怎麼又帶我回到了這裡啊 難道你認為那個怪物呢 會在這裡出現嗎 我也不確定啦 但是那個怪物呢 就是在這裡攻擊我的 它很有可能呢 就待在附近 好吧 超雷俠 我記得前面有個村莊啊 我們要不要下去 慰問附近的村民啊 可以的 那我們就在這裡下列車吧 哇 大嫂 你往外看 你看這裡的村莊 村莊怎麼了啊 村莊怎麼了 哇 這座村莊怎麼被攻擊啊 肯定是那個怪物幹的啊 只有它呢 有這麼大的威力啊 趕緊下去看一下吧 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啊 這怪物呢 竟然將整座村莊給摧毀了 不知道這裡還有沒有人啊 有人在嗎 看樣子呢 好像都逃離這裡了沒人啊 完了 大嫂 我想了一下 剛剛那列火車的自己開進去很危險啊 哇 那裡來了火爆神 大嫂 你看啊 那個怪物呢 就在演出 啊 他肯定把那列火車給騎毀了 我們趕緊過去看一下 剛剛我們就應該想到了啊 現在怎麼辦 我們身上沒有帶武器啊 要怎麼攻擊那個怪物 我也不知道 這怪物挺大的 哇 讓我看那列列車呢 真的是被他給擊中啊 接下來呢 我們是要跑還是怎麼樣啊 超得下 你決定一下 還能怎麼辦 手上沒有武器 就只能開車跑啦 如果有武器的話 還能對付他 那就趕緊撤啊 我們走上路啦 我們不是這裡的村民啊 別攻擊我們 開箱頭 你怎麼容易啊 完了大嫂 剛來他是要準備攻擊我們啊 全速前進啊 別停車 使勁往前開 我知道啊 但是他的火爆不長眼了 完了完了 輪到被他擊中了 哎呀 超得下 趕緊下車 現在我們只能跑步前進啊 大嫂 你手上有武器嗎 我這裡呢 有RPG火箭筒啊 我沒帶武器啊 超得下 我可不想被他給擊倒在這裡啊 你讓RPG火箭筒呢 攻擊他 好吧 只能這樣了 哎呀 別打中我們了 哎 大嫂 前面呢 有一座局勢基地 看一下有沒有武器 好 我們的救起來了 我們的救起來了 我看一下 哎 這裡的門怎麼都關著啊 我們去不去啊 說得下 邊上呢 有一輛坦克了 然後左邊呢 有一輛 撞壓著 大閘亮一輪開掉 只能是這樣啦 上把上把上把 看到這兩塊武器呢 能不能加了一個機會 這怪物呢 全身都是鐵啊 我剛剛試打了一下 我們的火箭們打過去 還直接被反彈回來了 不會吧 火箭打過去竟然還能反彈的嘛 哇 我第一次見到這樣的怪物啊 而且呢 它兩隻手上呢 都是有非常多的砲管啊 哇 它一直現在 可以打出三百發的砲彈啊 對啊 所以千萬不能被他給擊中啊 擊中我們就完了 超得下 你別幹嘛太近啊 沒辦法 我想試一下靠近點 打得會比較準啊 哇 我剛才被他給擊中啊 但是還好 我們又被他給機會啊 大閘 你那邊也用坦克打他 別過靠我一個人啊 那我不管啊 我活出去了 哎呀 完了 我不被他給機會了 超得下 快點過來救我 快點過來救我 你嚇坦克啊 跑過來 我就在你邊上啊 趕緊的 上我的中央車 快點啊 你人啊 來了來了 我就在你邊上啊 好了 我上來了 前數前進吧 別圍同 什麼怪物呢 我們打不過 那你作文啦 我要加速了 好啦 本期的遊戲結束呢 到此結束了 觀眾朋友 我們到底要用什麼武器呢 才能將這個怪物給機會啊 如果知道的小夥伴呢 可以在超得下的評論題下方 打出來哦 我是超得下 希望我的解說 記得點讚加關注 讓我們下一期再見吧 拜拜